中恒公路太魯阁流芳桥 10号中午12点多 有小轿车被拳头纳小的落石砸中 导致车内一人受伤 警方到场了解 这个民众杜先生他是开着制小客车 行经太魯阁流芳桥西向东行驶的时候 左后车门被落石给砸中了 导致车上杜姓乘客 被车门破损玻璃给割伤脸 送国军花莲总医院治疗 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花莲一个星期都下着雨 不过在10号上午12点42分 新北市都心男子开车带着家人 前往花莲太魯阁国家公园旅游 行经台八线174点公里处旅游帮桥的时候 遭到一颗约网球大的落石击重 左后窗造成后座11岁女童 脸部遭到玻璃割伤送医治疗 渡性驾驾驶 驾车西向东 秦军台八线174.1开时 遭上方落石 积水 走后窗 造成车内 其女儿渡性 有擦伤的情形 那个目前石块还在路面上 这个就是疑似都 其中车辆是小石块 八点县警察局信乘分警呼吁 行驶三区道路 应注意路况 以及路面上有没有落石 以为行驶安全 渡性男子一家人都是新北市人 10号上午开车行进中横公路 西往东方向 下山途中行进台八线174.4公里 处刘邦桥 遭到落石击重左后方车窗 车窗也开始变形破裂 紧急停靠在路边报案 现在警分局天涯派出所副所长蔡大卫表示 落石造成左后方渡性女乘客 脸部遭到玻璃割伤 意思相当清楚 送往华联国庆医院治疗 其五人并无大碍 记得继续用到 下山途中行进台三线174.4公里